政壇焦点话题我们来看的是国民党台北市长签选蒋万安 最近是跟对手陈时中在长照议题上面不断的交锋 蒋万就痛批长照悲歌陈时中应该要负责任 否则2020年怎么会被监察院来纠正 而陈时中也回响蒋万安应该要把逻辑给弄清楚 两个人是隔空互告 不过当前这首都三强鼎立 民调上面虽然说蒋万为服的领先 但是议员雪巧新分析三个人都有当选可能 蒋万安则是一贯的回应民调知识参考 一个move立委何志伟突然蹲下就在活动台上 替民进党台北上参选人陈时中绑起鞋带 不过阿中的手看来不知该摆哪 就顺顺让何志伟给绑完这样的行为 看在对手蒋万安眼里更替他捏把冷汗 候选人也都非常谢谢团队成员 帮我们处理很多大小事情 但帮忙绑鞋带这有点夸张 蒋万安眼神看来有些不可置信 不过与陈时中两人近日在长照议题 不断交锋 蒋万安痛批长照悲歌 陈时中应该负责 否则二零二零年怎会被监察院纠正 陈时中回籍酸度满点 隔空护杠毕竟台北市撒卡都局面渐渐呈现等腰三角形 三人势均力敌看看最新释出的预测当选率民调 蒋万安以百分之三十七点五为辅领先陈时中的百分之三十五点八 而黄珊珊则是百分之二十六点八位居第三 越来越多民调曝光这也让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许草新 分析三人实力相当 我觉得现在这个民调看都没有人是很稳定的 稳定的啦 就是说谁到最后都有还是有当选的可能 我讲的是蒋万安 陈时中跟黄珊珊都有当选的可能 各项的民调分析其实就是参考 但最重要就是我们财温脚步 就算民调为辅领先 蒋万安依旧不松懈 数字会说话也就成为各参选人 调整步调的参考指标 记者夏军城苏子杰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